今天好 節目現場 我是阿關 關我什麼事 投資大小事 關我什麼事 理財新趨勢 再見 二三年零 帶你來關心臺股 關心產業 指數在今天是小漲十點來作收 收在一萬六千六百四十四點 成交量兩千八百零九億 不過在今天收周縣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周縣 周縣這個禮拜表現不錯 出現連二紅 這個禮拜漲了一百六十三點 不過比較令人擔心的是 NVIDIA的高層又開始賣股票了 所以在今天包掛 偽創廣達大跌了超過四個百分點 反倒輪到一些冷門股 沒有漲到的股票 出現了落後補漲 所以華新科 康納鄉 攻到了漲停板 育融城在九月份就要正式開幕了 育融的股價在今天創下新高 稍後來做解讀 我們來介紹來節目現場的來賓 要請到金融培育協會理事長林昌昕 大家好 要請到軍事專家施孝偉 君姐好 大家好 要請財經系教授 段昌文 段教授 大家好 歐某投資總監蔡明章 大家好 財源專家賴先生 憲哥 大家好 他今天一開始 持續來關注AI 這個足球 每天都要關心 對於是為什麼NVIDIA 大家看得這麼好 甚至於在現在也有人說 他的比比級蠻低的 一千多塊是一定看得到的 那麼內部人為什麼要在四五百塊就開始賣股票呢 我們來看到NVIDIA的高層一口氣 又賣掉了八點七億股的股票 而且都是內部高層 為什麼 現在這個AI多空交戰 我們先講空的部分 第一個消息就是博通 博通的這個財報沒有問題 大家可以看到上一季的營收 是八十八億美金 優於疫期 EPS 盡力都很好 但是對本季的財測不如疫期 你可以看這個財測 比華爾街疫期的水準更低 那博通的CEO講說 哎呀這個AI是很好啦 但是整個半導體需求疲軟被掩蓋了 盤後股價大跌五趴 那博通就是這個很重要的AI 除了回答AMB以外 美股當中屬於低線AI的受惠股 那第二個利空就是說 哎呀 回答的高層 又賣股票 股票漲到很高的時候 其實最怕的不是那些法人的調節 是內部人 經理人 這一位 這一位叫做馬克史蒂文森 他是警示益黃仁勳 是個人揮達的第二大股東 兩千零八年以後 他就一路的當董事 他今年六月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賣過一次 賣了五千一百萬美金 那最近在四百八十塊 就這幾天 又賣了 賣了五萬多股 大概臺幣將近八億 哇 史蒂文森 你這個十幾年來 對這個回答 他投資回答說一塊美金 現在已經 現在對他來講 是賺了四百八十倍 所以照到他賣 人要賣是競雄 對啊 照到你賣 但是問題是現在越來越多的投行 和投資機構看超過上千元的 目標價 對 現在就兩個極端嘛 看好的 一直喊嘛 但是內部人 來 我們講這一個 他們都賣在四百多塊 這一個人是什麼 首席財務長 財務長最清楚公司的狀況 他當然他賣的不是很高 四百六十塊美金 也不過兩百多萬美元而已 臺幣才七千多萬 其實不多 但是我告訴你 他財務長賣股 或者財務長離職 哇 這個對股價都相當的敏感 不過外界解讀 這是短空長多 也就是AI族群在短線 也許有過熱的跡象 所以開始有一些內部關係 人賣股票了 但長線而言 就像剛剛蔡總說的 力度還是很多 對 第一個 這個中國的這個深層式的AI 正式的對大眾來開放 昨天通過了 包括百度 商餐科技 字節跳動 就抖音 他們的這個聊天AI的機器人 可以出來了 那我們特別講一下 就是說這個 他也不是你問到敏感的詞彙 比如臺灣獨立 這個一定不會給你答案的 這個我可以理解 但是竟然問到說 連中國七年失業率也不能講嗎 不過今年他的失業率 聽說至少二十趴 甚至有人講四十趴 這個不能問 那連如何評價 習近平也不能問嗎 不能問 要不然就回答 就講習近平的豐功偉業 簡短的交代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網友提 像文心議員來問一下 現在最夯的華為MED60 Pro 是不是5G 你猜他的答案是什麼 是5G的手機 而且由台積電生產 而且肉線 這一看就知道 這個答案是自己亂掰的 台積電怎麼可能 美國現在禁止台積電 怎麼敢去替他生產 自己文心議員說謊 亂掰 對啊 對啊 再過來我們看一下 OpenAI 這個就最厲害了 Chapter GBT 他現在推出企業版 未來一年的話 他要達到營收十億美金 現在在Chapter GBT 企業版 多厲害 是GPT貨 然後輸入更多的這個內容 上下的這個窗口的文字 二點五萬字 你要講什麼 全部講 比普通版 他的效率提高兩倍 兩倍 所以企業的話 他的需求還是很強 這是存在的 再過來就是 昨天我們率先的講中東禁令 那現在是羅生門 美國商務部出來說 沒有 我沒有禁止 可是那是NVIDIA的報告裡頭寫的 對 其實這是話術 我現在講 我是美國商務部 我沒有禁止中東的國家 但是你要來申請 你要來申請 我沒有禁止嘛 你來申請嘛 申請不會過 過不過 我在決定嘛 所以你說到底有沒有禁止 我告訴大家 應該從輝打跟AMD來看 他們認為是禁止 或者你要來申請 申請不一定會通過 但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台場 還是出了很多奇招了 比如廣達 那個旗下的雲打 他說AI伺服器的話 我現在已經佔了65% 我SERVAL當中 AI的部分就65% 明年業績還要Double 並且在美國 德國 泰國 擴產 講得很好 第二個偽創 偽創昨天 疊下來 盤中拉起來 因為他跟一家外資 這個很奇怪 竟然盤中作產 盤中會作產 應該是收盤 一般都是收盤 盤中作產 講我很好 我還是這個H100 這個伺服器 這個基板的獨家供應鏈 外面不是講說 各位護士也要搶他嗎 沒有 我第三季還是要強勁的成長 那音樂達還有這個什麼 全理能板式的 藝能的散熱模式 都很厲害 但是今天股價都 等一下我們獨家解讀 真正的原因出在什麼地方 等會我們再來解讀 為什麼股價 不過我最好奇 最想看的是 想不到現在AI運用到什麼 可以駕駛人形機器人 這好像是電影場景 這個 日本新創的公司 這很厲害 超大型人型 可以駕駛的這個機器人 叫做Arches 十足兩 Arches出來 你看他他高度有四點五公尺 那人坐在哪裡 三點五公噸 他人就坐在這個裡面 他在這個機器人胸部 駕駛座是在那裡 胸部是一個駕駛座 他有四個Monitor 螢幕控制這些資訊 那他最快的速度 每小時可以十公里 就是慢慢 扣扣扣扣扣 那這樣的話 他用什麼操作杆 還有一個踏板 這個概念就好像我們開車一樣了 開車的那個概念 會讓我想到電影變形金剛 對 但是現在聽說日圓貶值 但是臺幣就八千四百萬了 八千四百萬 對 那這個大家有一個疑問 這到底要幹什麼的 對啊 這要幹嘛 對啊 有錢人大型的玩具 跟超跑的概念一樣 對 超跑的這個概念 那但是他已經是一個進步了 他可以用這個機器人連結 超跑 我們可以把他停在停車場 那這個人型機器人這麼大 好玩嘛 對 但是以後可能會 逐步的發展 可能會搬重量的 這個比較重的東西 好 我們回來講股價 股價為什麼在今天虛擂 虛擂 真正的問題 在這個部分 我們是全國最領先 告訴大家 高股息ETF 是今年AI鏈最大的市場主力 不是外資 我現在看起來 我現在給看各位數字 國內高股息的ETF的基金 規模已經五千五百億 快六千億 然後占ETF的比重是五十趴 就是一半的人都買高股息 收益人有三百萬的 什麼概念 平均八個臺灣人就有一 有人投資一個人投資高股息ETF 這可能打破世界紀錄 每八個人就有一個人投資高股息ETF 對 但是現在有人去檢舉 亂象高股息 這一波炒AI爆發的亂象 第一個你難用平准基金 充高股息的分派 什麼叫平准基金 比如我現在高股息ETF 我現在收益人五十萬人 現在增加了五十萬人 這些人都要跟前面的五十萬人一起分享 那個股息的分派 不合理嘛 對 黑白去賣嘛 所以後面進來的投資人 他的錢要有一部分保留起來 在平穩基金 平准基金 對 然後以後可以分派 但是現在很多的這個高股息 就把他拿起來直接分派 報酬率只有四趴 現在保證配息到六趴 所以你用完了平准基金以後 你的報酬率會打回原型 在外 頻緩更動成分股 提高了周轉利 有一家大型的投信 花型的ETF 成分股有三十檔 總共換了二十七八檔 都輪一半 都輪一半 而且沒有在規定的時間 比如說 應該是每隔半年 五月 十一月來換 但是我現在七八月就給你換 所以有人在想 你是不是有那個炒股票的嫌疑 被檢舉 那現在既然已經被人來檢舉了 這個市場最大的AI ETF主力 有沒有可能在這個時候縮手 對 我們再看下一張 因為他是最大的主力 我們就以00878號 他到昨天的規模是只比2200億 你看全部都壓AI 廣達七趴 華碩 偉創 光寶科 英烈達 這個前五名 第六名是人保 其實到第六名都是AI 但是光這五檔 他一共都投了三十趴 三十趴是什麼概念 就六千六百六百多億 全部都砸在AI 你知道嗎 然後光這個二三七六技嘉 他不是在規定的時間 他八月變成成分股 然後現在已經持有了七千多張 所以上個月八月投信 就大買了技嘉 大買了兩萬張 都是這樣 那現在被人來檢舉之後 應該就不敢動作這麼大了吧 就看金管會會不會來查 金管會假如查了以後 一定有影響 所以我們看股票 好我們回到公共 今天真正的答案是這個 我們我們看那個 分子走勢 比如2376的技嘉 你看開很高 一路下沙 幾乎沙到相對低檔 對 這個還買了這麼多 三二三一的偽創 大家可以看到 昨天是開高走低 你看一路下沙 二三八二的廣達 其實廣達已經算基本面相對比較好 同樣開高走低 一路下沙 所以我們結論一句話 現在重點會回到籌碼的問題 好 所以小心 會不會開始有調節的壓力 那麼幾階段來關心的是台積電 台積電 過去大家看好台積電是因為AI 難道現在有另外一股力量 來幫助台積電成長嗎 我們看壞的PC市場是不是已經谷底要翻身了呢 等會來談談PC市場 同時來談談台積電大客戶 英特有可能擴大外包 而外包最受惠的就是台積電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樣啦 英特爾跟台積電呢 我說老實話叫做亦敵亦友 對不對 一方面我要超前你 可是一方面我沒有你也不行 所以大家現在 我認為你在做整個這個市場的觀察的時候 除了AI伺服器之外 接下來的動作就是AI的伺服器 是否開始擴充或是擴大到PC端 所以PC端的復甦呢 已經一年多都沒有復甦了 所以在昨天 英特爾 基本上喔 在盤中喔 說出來怎麼樣 Q3的什麼 財測 優於預期 英特爾喔 所以有兩家嘛 一家英特爾一家 英特爾先縮 然後盤中就漲了 所以英特爾昨天在盤中有沒有 拉尾盤 對盤中一漲 那在半夜一點多 直接就拉上去 尾盤雖然沒有漲很多 但是什麼 趨勢是往上的 好 只有一家獎還不夠 第二家什麼 Dale 總是賣個人PC的吧 他其實盤中沒漲什麼 可是盤後怎麼樣 盤後大漲爆漲超過8% 對 因為基本上都怎麼樣 整個季度的營收優於預期 所以怎麼樣 所以什麼 大漲特漲 所以等於說Q3都達標了 所以我想應該是這樣喔 現在我們是在Q2 往Q3走對不對 Q3走到一半了 但Q3走到一半之後 這一些所謂的PC廠 他手上都有數字 所以一旦數字跟你說 我這一季會達標的時候 那這樣整個市場 就是直接往上 所以我認為呢 我們現在在看 黑暗的企圖器 可是市場卻是在看 接下來的復甦 到底是手機呢 還是電動車呢 還是PC 很顯然的 我們從這張圖來看喔 PC看起來有機會喔 對 PC看起來有機會喔 我跟大家講喔 其實喔 現在的美國通膨了 昨天看出來這個PC指數 就往下降嘛 說個人的這種 所謂的消費的指數向降 然後呢 消費者信心往上墊高 好 第一個 那第一個有信心要花錢了嘛 第二個 右邊這張圖 我要跟大家講 其實比較重要 原來 各位可以看到 二三年的Q1 到二三年的Q2 你看那個棒子 都是往下的 有沒有 PC手機伺服器儲存 全部都往下 好 但是現在柱狀體已經翻證了 對不對 尤其是什麼 先從這種所謂的伺服器翻證 然後後來在手機PC陸續翻證 好 這裡頭有伺服器 有手機有PC 但是都已經往上翻證了 而且翻證的時間點 在什麼 二三年的第四季 到二十四年的第一季 所以表示怎麼樣 現在的需求已經開始回溫 這樣的話 其實說老實話 這樣Intel應該沒有說謊 Dale也沒有說謊 所以我認為PC端就容易擴散開來 好 那我們回來 最受惠惠是台積電嗎 因為現在外資保 目標價定到七百了 對 我覺得是這樣子 Intel是這樣 Intel其實說老實話 他現在有什麼擴大外包 為什麼 因為他的這個金元 說實在 他的產能 還有他的製程 他一定要到後面 到二零二五去 所以二零二三 二零二四 怎麼辦 還是要怎麼樣 台積電 你要幫我做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現在我們說 對於台積電的一個利多就是說 因為我們很怕 今年度大家說 PC的動能沒有了 沒有了怎麼辦 不好意思 結果怎麼樣 Intel說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五年 我給你的產能都怎麼樣 持續的外包給你往上拉 這個外包是什麼 委託你做金元代工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二零二四年拿了 可能會拿了五十六億 然後二零二五年 九十七億 所以他是怎麼樣 營收的時候 營收大概佔六趴 九趴持續往上走 所以美玲說 這個預估目標價 這個有到七百塊 我先說去 我們等我再討論 有沒有機會到七百 對 所以說我覺得 待會我們再看台積電的股價 再來告訴大家 這有沒有機會 我認為EPS是會上 但是能不能到達七百 是會高估 大家很好 但是有這麼多外包產能 得有那麼多的生產線 我們看到台積電不管是在國內還是海外的設廠 現在都遇到非常多的困難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現在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其實他要設廠對不對 但是我就要跟大家講 其實台積電在美國現在遇到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包含Intel要給他的晶片來說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哇 那接下來台積電如果要設廠 會不會有到問題 我說老實話 這次是漢堂去承包的 就臺灣台廠做無承綠承包 我說起來 有哪有奈 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是臺灣的什麼 臺灣的方式要拿到美國做 可是臺灣的方式 在臺灣設廠的時候都沒問題 為什麼到美國就問題一大堆呢 為什麼他們的工會不斷的抗議呢 阿冠你應該也有裝潢過 臺灣的裝潢就是 隨到隨改 就寫一個大概的圖形 然後設計圖到了說 設計圖會說這裡不太行 要改 所以他遇到是這樣 就是要一直改 一直改 錯了要重裝 這裡裝到那裡 美國人說哪有這種為事 你要嘛一次跟我討論好 就裝 所以他又怎麼樣 多頭馬車 所以裝好的設備 說這裡不行 要改那邊 所以就怎麼樣 就讓美國人說 哇 這不行 所以老美覺得怎麼會裝好 又拆掉拆掉再裝 這個我說老實話 臺灣就這樣 我覺得不好 我就改 第一個這個是臺灣傳統 當然我們在做設計的部分 第二個是怎麼樣 安全 我覺得其實 我說老實話 臺灣的公安的概念 還是不太夠 所以你搬到美國去怎麼樣 你看吃飯的時候噴化學藥品 被美國工人抱怨什麼 說現場沒有執行安全計畫的人 他說他們在吃飯的時候 有人在噴化學物品 他們說我在下面吃飯 你在上面噴 他們覺得這樣很危險 還說廁所太少 人都不斷的咳嗽 現場很多人在咳嗽 這樣也不行 我覺得這個還好 就咳嗽咳嗽就算了 其實被人家爆料出來 為什麼 美國這邊要抗議說 如果台積人這邊 相關的這些所謂的 我們說的這個承包商說 如果發生事情 不要電話起來 打那彎彎 因為那彎彎就是類似我們的 一一零 他說直接跟打我們承包商的電話 我們會來處理 說這樣 那老美沒辦法接受 他一定要用這些警察來處理 所以這個通宵 在這邊我覺得就變成是一個多頭文化 文化隔閡 對文化隔閡 那麼回到國內 龍潭廠在今天也傳出抗議 對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你說龍潭的園區線要打造 那整體來說 整個民眾會說 當然一定是這樣 你要我頒遷 那我一定要有利益 那我說老實話 如果整體來說 說真的 以現在的台積電跟鴻海來說 台積電願意在臺灣繼續設廠 那以國家的角度一定支持 可是民眾的角度不是這樣 你要這邊設廠 你會污染我 增收土地 或說你給我的補助款不夠 所以現在就會變成怎麼樣 國家願意給台積電這個機會 繼續去發展 可是當地的居民 包含龍潭的居民說不行 你要怎麼樣 我要抗議 為什麼願意這個增收不夠 還有居民說 我才剛來搬來這裡 我不習慣 我說句老實話 就是可能補助的不夠 補助的不夠就怎麼樣 開始出來什麼 要陳情 那我覺得陳情也好 但是這個台積電 在龍潭廠勢必要蓋 因為他是兩奈米 因為兩奈米非常重要 你兩奈米不蓋 那你要蓋到美國去嗎 所以我覺得其實 只要錢喬得龍 應該還是一樣 應該會見在龍 但是也要特別留意 因為當地的居民說 他們九一二要上凱到全情 我們回來講 股價七百到底會不會到呢 對 我覺得我們先來看台積電 那我們看台積電 我們先看台積電 今天是收載五四八 那麼由於傳輸 英特爾要擴大外包 所以台積電目標價 被外資往上調高 我們看日K線 我說老實話是這樣子 有沒有被調高的可能性 其實是有 我們看台積電日K線 可是大家看到 二零二四年到二零四五年 我說老實話 你現在去看台積電 最後一個重點是 他的總額 EPS能夠上修多少 如果今年大家估是二十八 明年估出來 有可能是三十二 後年是三十三 那如果你二十倍來看 你看二十八成二十 大概在五百六左右 所以我覺得今年度五百六 是大概五百六以下都可以買 可是如果要七百塊 我老實說 這個承反就好好的承 為什麼 因為明年如果估三十二塊的話 三十二十就是六百四十塊 所以我覺得 基本上高盛都是高估 所以大家先看六百 明年度如果站上六百的話 六百四十就是穩定的關卡 所以如果打台積再縮小一點 我覺得 我覺得在這裡 其實來這邊開始做足底的話 外資線還在賣 這裡有一個大量區 這個大量區的低點不能破 大量區低點不能破的話 五百六以下 我認為相對的本益比 都是還是合理的 所以七百是長線目標 對 我覺得應該六百四為主 因為如果以本益比三十二 才二十就是六百四 對對對 先看六百四 先不要看到那麼遠 我們回到公格來看 但是他在全世界 到處設廠 他的設備商會不會因此受惠呢 對 所以我們剛才講 其實第一個先受惠的 應該是說兩個族群 就是PC 所以我們說PC 要復蘇了 對 我之前像前兩禮拜講 金英 這就大量上工了 所以這幾天有攻擊的 包含印太跟青雲 他也都跟PC端有關 包含跟主機板有關 我認為大家可以留意 可是台積的設備 漢堂 剛才講過對不對 去幫忙做無程式 沒有什麼動作 沒有什麼沒有 我認為大家可以觀察光照 其實他的近四季 他的本益比相對比較低 大家可以看二三三八 他的本益比低 這四季賺起來 賺到七塊七塊五 現在本益比不到十倍 所以你看本益比低 在低檔 在低檔整理 我覺得這邊點個火 但是我說老實話 因為現在的盤 不會全部都動 所以這裡一定要低檔點火 點火的時候往上衝 就會有機會 好 我們來投一下票 在今年台積電 會不會看到六字頭呢 各位怎麼看 認同請給圈 請舉牌 我們短線先看今年了 來 哇 五票都差 有得失望 我們直接帶年來關係的是 從軍事角度來談 現在兩岸關係越來越緊張 那麼美國的動作越來越大 美國現在準備要 援臺八千萬美元的軍備 進行援臺抗中 而且最近軍演很多 校偉 對 這個其實是這次美國透過一個叫做什麼 叫做很重要 就是他 那個他本身是一個貸款 這樣的法案 因為原本他去年 是我們跟他借錢嗎 嚴格來說不能算 就是說他是由美國政府提出融資 也就是說美國的法律規定 在未來五年之內 你要提供臺灣一百億美元的 這樣的軍備 因為其實雖然說我們中華民國很有錢 上次那個之前那個美國總統 因為他總統那個撥款法案 對不對 撥了他三億多美元給臺灣 然後就有一個國家的這個前總統特助說 臺灣那麼有錢的 幹嘛還要給他 應該給我們對不對 但是那是借嘛 對不對 那是融資 那是借還是給 那個是美國是給的 那這個東西 這個是比較像是融資 對 他這個是融資 然後但是主要原因都是因為在於就是說 兩岸現在軍事實力已經越來越差越大 那特別是臺灣有很多急切 需要獲得這個軍事裝備 像比如說上次總統那個PTA法案 他公佈之後 他是等於說直接可以把美軍現有的裝備 轉給我們 那像這次也是 他的用意是因為你臺灣要買我們美國的武器 但其實你臺灣即便預算能撥那個建構到這麼多 還是遠不如你實際需求 所以我美國在加碼 然後融資給你 然後讓你能夠來這個買更多的武器 那當然像這次我們就之前想到 那他賣我們什麼呢 之前就想到就是說以臺灣來講 最急需的其實是無人偵察機 為什麼呢 因為像現在那個中國大陸的軍機 出海太過於頻繁 那像你看像包含在日本 日本 他在那個 他的琉球 跟中國大陸的東海防空識別區重疊的部分 日本的那個琉球的F15連隊 已經被那個大陸操到快掛了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好 如果大陸的飛機出海了 進到東海防空識別區 也進到我們日本防空識別區 但是你沒有朝向日本飛過來 好 我就不管你了 真的是這個樣子 日本已經沒有啦 不然一直起弱 對不對 一直升起來 對 然後他們走了之後再下來 對 他們又靠近我們又再升起來 對 光是有錢也不得了 對 光是有錢不得了 你看像我們今年就超之四十億 四十億臺幣 那像這個東西的好處就在哪裡 你說死神無人機嗎 其實他應該是給的那個 他先給你死神無人機 但他現在給你的死神無人機 我相信 我個人猜測是沒有攻擊能力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真正需要的是 他長時間可以在海峽上空來來回回 這樣不停的飛行 像你看這個那個影片 就可以看到死神無人機 他底下有一個很大的一個什麼東西 叫做EO跟那個IR 也就是電子光學 還有那個那個 還有那個紅外線的偵測 在他雞皮那個底下 你看到沒 那個就是那個雞皮底下 那個下巴那個地方 垂個圓圓球下來 有沒有 那個就是 對 那個就是EO跟那個IR 也就是他可以用一個很優秀的 紅外線偵測器跟電子光學 電子光學就可以可以運用電子技術 不斷地把倍數放大 然後就可以看到你沿海的這個異曲移動 然後那另外偵察型 他可以攜帶這個叫合成孔徑雷達 他可以在基附下裝一個特別大的 合成孔徑雷達 合成孔徑雷達 厲害的地方就是說 你看我們通常看雷達引號 掃到是一點一點 一點一點 對不對 但是合成孔徑雷達 像比如說我看這個飛機 他掃出來就是個 朦朦朦朦朦的 這樣一個飛機的形狀 這個東西就很厲害 等於說我今天 我做這個作戰指揮 我從這個雷達引向 我就可以判定有多少車 有多少飛機 有多少危險東西 在那個大陸的東南沿海 我需要做怎麼樣的 這樣應對 這一架要多少錢 其實這個很貴 這個是一架上億美元 但是因為現在就變成說 譬如說 一架上億美元 那他儲值一個八千萬美金 對啊 很貴 那一架都買不到 沒有 當然 因為他我們剛剛講 他是前面包含總統PTA法案 跟後面現在這個 就是那個五年十億美元 然後這個部分來講 他綜合 中總在一起 然後再加上你台灣自己的國防預算 等於說我們的國防預算 有跟美國買武器 那買的不夠的 那麼我美方就先融資給你 讓你能夠買 對 是這樣子的 因為其實現在無人機 不僅僅是我們台灣 急切獲得 像中國大陸 你看 他今天 中國大陸的無人機 厲不厲害 其實是好 說真的 BZK005 對 這個講到中國大陸 無人機 這個 如果人家講實話的話 人家就會說你舔貢 賣臺 為什麼 因為中國大陸 無人機的技術 真的比我們好太多 而且跑在我們前面 太多 講的跟死神 無人機也蠻相 對 其實天下文章 上一大抄 它主要你看 像為什麼說前面 就有一點山寨死神 無人機 我們前面 比如說有個頭像 那個電影異形 那個Alien那個頭 就是因為它裡面 要裝個衛星通訊天線 那現在我們的無人機 未來也是可以透過 這個衛星通訊天線 可以把我們獲得的情資 第一時間不斷傳給台灣 連美國太平洋指揮部 也可以同樣同步收到 現在這個大陸 在東南沿海的 這樣的行動 所以這個對我們來講 幫助很大 那像這個BZK001 像你看大陸的這個無人機 他現在飛到台灣東部海面 往往他飛到那邊 像那個你看 像這個防衛省 他公佈的這個資訊 他是從這個北邊 然後沿著這個台灣東部 跟釣魚台 跟雨納國島之間 這個航線飛進來 然後在那個地方 繞圈圈 繞很久 因為無人機的特色就是 我平常有人戰機 像我們F16 我們F16升空以後 對不對 了不起飛大概兩個半小時 飛行員就累了 要回來下飛機休息 對不對 但是無人機可以給你一飛飛二十幾個小時 快三十個小時 那這個就有人戰機 怎麼樣都比不過 所以我們就需要像無人 那個那個死神無人機 跟他的那個延伸型 海上衛視機 在台灣海峽中 一直不停的飛 等於說能夠即時的 像等於說在空中一個衛少 可以時時刻刻把東南沿海的所有動態 通通即時的告訴你 這樣我們才能夠知道 未來是不是在短時間之內 兩個那個海峽之間 會有一些變化 好 所以事實上現在大家都在進行 軍備競賽 對 我們再回頭來講 美國 美國為了對抗中國 其實在亞太地區花了不少心思 特別是現在巴丹島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巴丹島 巴丹島 據說 他要在這個地方建一個軍港 這是菲律賓的 對不對 對 他現在這個巴潭 他是那個菲律賓的島嶼 他其實就介於我們 臺灣跟呂宋島之間 然後離臺灣大概差不多 兩百多塊 三百公里 其實巴潭島 我們那個中華民國空軍 常常利用那個周邊的海空域 去進行這個遠航訓練 這是我們跟馬尼拉方面 比較這個檯面下的一些共同的 這樣的協議 那像那個巴潭島 為什麼你說美國現在非常積極的 在西太平洋 又跟菲律賓合作 又找日本去找一些島嶼 要做一些這個那個那個港口 因為今天對於這個美國 如果要在西太平洋地區用兵來講 他其實現在美國這個智庫 都說美國如果現在現階段 在西太平洋用兵 很可能會被大陸反而一腳提出西太平洋 為什麼 因為中國大陸區域 拒絕能力太厲害了 所以這個時候美國要找到很多路上的 這種島嶼建立港口 那這些港口建立以後呢 他才能夠 譬如說如果在附近跟大陸的軍隊 發生那個作戰之後 你需要進行這些補給加油掛彈 上美國海軍軍艦很厲害 神盾艦很厲害 但對不起 神盾艦上面了不起 就九十幾枚的這個備彈 打完了之後你怎麼辦 你船要找地方裝彈 那這個時候 原水救不了進貨 對 所以他就比你 對 你不能開到關島再去 裝完彈再回來就沒救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巴丹島距離台灣非常近 不到兩百公里 據說他會在這裡布置一些海馬斯火箭 對 因為像以這個巴丹島 這個位置來說的話 他其實離台灣兩百 離菲律賓也不到兩百 他現在美國的HIMAS火箭炮 其實像我們今年在巴黎航展有看到 他最新的 他並不是用HIMAS火箭彈了 他是要搭配一種叫做精準打擊飛彈 那這個精準打擊飛彈 發射出去以後 對不對 它的射程其實是四百九十九公里以內 而且它可以透過精準導引的方式 去擊中任何的海上跟陸上的目標 所以等於說未來特別是像巴丹島 那它可以做一個檢驗的機場 然後因為那個狀況發生的時候 讓這個C13東運輸機 就帶著HIMAS火箭的發射車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登陸了以後 然後迅速的發射 發射完之後如果火力支援任務結束以後 它可以趕快 所以在開張13東運輸機 趕快逃走 為什麼 因為你發射了之後 那個老公就會說你在這邊打 用飛彈打我 我就要來開始攻擊這邊 它可以迅速的下載 然後施放這個飛彈 然後放了這個飛彈之後 迅速移動 然後趕快離開 就讓美國在這個區域之中 多一個據點能夠進行這種快速部署 把部隊放進去 然後發揚這個火力支援 然後又能夠快速離開的這樣一個地方 好 其實我們剛才特別談到 由於現在越來越接近選舉 兩人之間不管是在軍事上或氛圍上 都越來越緊張 那麼當然現在政治地緣風險持續不斷的升高 所以最近軍演是一波接一波 一會兒美韓軍演 一會兒在澳洲軍演 在今天又有印尼跟美國的軍演 但竟然在前幾天傳出美國的語音直升機 傳出在軍演的過程當中墜毀 怎麼回事 其實這個語音機我自己還做過 我做過 其實 它是不是常出事 它研發過程中說真的還真的出事過很多次 那你做的那一次你不會怕 其實當然只要這個 要先禱告一番 有先禱告嗎 那個心情比較平靜 而且其實像我們你看 我們那時候搭上這個語音機的時候 它那時候美軍其實給我們那個 非常完善的這樣的求生裝備 是我們搭國軍飛機 完全沒辦法想像到 它給你一個那個氧氣瓶 萬一那個飛機 飛到 掉到海裡的時候該怎麼辦 像這個時候為什麼要特別 那個拍這段影片 大家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時候你看 這是你已經在語音直升機上拍的 對 我們在語音機上 剛剛那一段就說 它一開始你看它那個影片 那個螺旋槳就在我們前面轉 然後轉著轉著轉 它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慢慢慢慢 十秒鐘就抬上去 為什麼 因為它開始準備降落在 那個兩棲攻擊艦上 你看 你看 剛剛有沒有看到那個 那個蔣葉就慢慢慢慢抬上去 十秒鐘 為什麼 因為它厲害的就是說 你看它用這樣的構型 它就可以讓這個語音機 像直升機一樣直接從 那個兩棲攻擊艦的話 攻擊機這樣起飛 然後但是它起飛以後 又把那個它的那個 我們講的那個生力扇 然後打到最前面 像你看這個時候它是那個 它是你看它可以由這樣 直接水平放到垂直 對 然後再由垂直放到水平 這樣子你知道它可以讓這架 輿音機的速度跟一架運輸機 要三棟運輸機的速度差不多 像我記得我們那次搭 我們從哪裡 我們從那個夏威夷的 一個那個機場叫 在歐湖島的東北角 非常非常風光明媚 阿冠下次去夏威夷 一定要去那裡玩 我跟你鄭重推薦 但是我不敢搭 輿音直升機 但是你知道 我們從輿音機搭到那個哪裡 就最近那個出很大事情 那個貓易島跟旁邊有個大島對不對 那中間的一艘兩棲攻擊艦上 我們從Kanel一倍飛到那個 兩棲攻擊艦上 如果你搭一般的傳統直升機的話 要大概一個多小時 因為距離還蠻遠的 但是大家雲雲雲雲 半個小時就到了 所以它速度很快 速度非常快 對 然後但是也因為 就是我們剛剛講 它這個非常特別的 它這個世界很特別 對 你看 因為它要能夠用直升機的方式起飛 起飛之後 要把這個動力扇挪到前面 然後變成那個傳統的 這樣一個動力的這個方式 讓它飛機能夠達到這個400多 500多公里 接近500公里的時速 是非常嚇人的 然後所以你看它這個飛機的 因為特色就是能夠讓陸戰隊 快速的把部隊從兩棲線上 然後運到這個陸地上 所以它這個 它可以算是一個非常 劃時代的這樣的產品 但是所以美國甚至於 下一代的這個陸軍的 這個通用直升機對不對 它也採用了這樣一個推進的概念 等於說又把現在的漁英機 又做更多的這樣的改良 而且把它微型化 也就是說整體來說 美國它未來要採用漁英機 這種作為陸戰隊或陸軍 快速部署部隊的這樣一個 載台的概念已經沒有改變了 越接近選舉兩岸就會越緊張 那我們可以想見三不五時 對岸就要軍演一下 所以很多人說從現在到明年的 113軍工股不寂寞 對 原則上是這樣 但是要注意一下 上半年軍工股都大漲過一波 所以現在選股要雙題材 就軍工還有別的 但別的話 不要找那個產業景氣 已經在高檔 比如說漢翔他是航太 除了進攻就航太 但是那個景氣在高檔 你就短線操作 要選擇另外一個題材 景氣谷底復書 我今天跟各位講一個產業 PA 功力放大器 我們以前講過全信 它的PA放在那個灰彈 灰彈的眼睛 飛彈的眼睛 他第二季的EPS超過兩塊 比第一季 那個季增了兩倍 但是第一季的時候還兩百多塊 現在只有180塊 所以這個會起來 應該是選這個 但是更厲害是什麼 整個PA 我告訴大家 你現在注意這個題材 這個產業PA 全部都要翻起來了 那穩帽應該是指標股 因為他第二季 第一季都還在虧 但是他比較沒有漲 這個應該是底部布局 這沒有問題 但是最強的是最上游的 做累積聘的全新 我們看2455的全新 我們來看2455 其實這些股票都OK 他創新高 對 而且你看月線 他要回來那個上一波的高點了 我們從月線長線的角度來看 這是在2022年 庫存調整的時候一個高點 162B進了這個位置 當然不是追 我意思是說 透過全新的走勢 你大概可以知道 PA這個景氣開始要好了 好 說到景氣 我們除了看中國大陸的景氣之外 也要來看看日本和韓國的景氣 我們先來談日本 日本百貨業竟然出現 非常罕見的罷工潮 我們知道日本人是很守規矩的 他們從畢業進入一家公司之後 經常一路做做做就做到退休 想不到連日本人都會罷工 怎麼回事等會來告訴你 另外也來談談南韓 南韓竟然出現了近年來最大幅度的人均大幅下降 現在南韓人真的是苦哈哈的 所以我們先來談日本怎麼回事 對 日本的零售巨博 Siemen & I這家公司 他把他底下的收購C500貨 直接賣給美國的一家基金 那這家基金叫做風保 那風保公司他就有2500億把他買走 那員工是一直在抗議說你不要賣給美國人 那我這樣的話我就會失業啊 所以他們說忍無可忍 所以這次磁帶電他900個員工 他停工一天就整個罷工一天 那這是61年來的第一次啊 講到罷工日本東亞來講 應該是排在龍頭啦 是喔 對 尤其他的百貨業的罷工 在1962年跟1974年 你知道光是這樣罷工多少次嗎 九千五百八十一次 所以我們過去對日本的印象 這太貴氣了 其實早年他們也是罷工大國 對1962年1975年 那發生什麼事呢 因為他那幾年那十年裡面 他的經濟成長率GDP都超過5% 那問題對老百姓來講 他每個月都在擔心說 那物價明年會怎樣 物價後年會怎樣 所以他是一個通膨的壓力 那跟現在一樣 現在一樣的是 現在經濟也是大福的成長 不過大家變成通縮 所以上市是通膨 這次是通縮 那講到罷工 最經典的是 日本的國道鐵路工人罷工 他以前的日本鐵路 是屬於國營的 後來再賣給 像剛剛講的西武集團等等 那變成民營的 那那時候他的員工有六十萬人 那六十萬人的鐵道工人 他的工資非常的低 所以常常給你降薪 你知道你如果說做錯事就降薪 不然就解雇 所以他為了這樣 他們就成立工會 成立工會以後 他們就選在一九七五年 八天連續八天罷工 就 罷工八天那不得了 對 不得了的 但是問題是日本政府很強 你們是公務人員 你不能罷工 但是他連續罷工 你知道整個鐵路的運營 整個都停擺 物流整個停擺 那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不過也因為這樣子 真的在全世界叫做名流青史的罷工 好 我們回到現在 那麼到底現在日本經濟出了什麼問題 從GDP的數字來看是不錯的 是 非常好 那剛剛公布經濟 第二季的GDP是年成長6% 那他國內的一個生產總額 是560.7兆 創歷史新高 這有夠讚的 對不對 但是其實是外強中肝 為什麼講他外強中肝 其實你想想看 第一個他這樣漂亮的一個數字 他到底用什麼東西支撐起來的 那我們覺得這一些美化的數字背後 其實是有貓膩的 第一個他用觀光的一個數據來支撐 比如說他剛公布7月的觀光人士 是320萬600人 這也是比去年的7月 阿光你知道成長多少嗎 成長16倍 成長16倍 那最主要的課源 大家都去日本玩 對 我想很多我們在 常常在談說要換日幣 對不對 台灣課也是主要的 另外最大的課源 來自於中國的團課 但是很不幸的 他們認為說 那我8月再衝上去 9月再衝上去 今年都特動了 對不對 8月24號 福島的核會水排入海以後 中國跟日本 過去的民主情節拆動了 賣去日本七號了 所以現在出現了退團潮 對 官方他幾乎 已經類似的命令方式 所以很顯然的 這一個部分來講 可能會影響到日本的 整體的觀光業 當然會影響到 日本的經濟成長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日本 他有一個最大的 二手車集團 叫做Bain Motor 那Bain Motor最近被發現 竟然加工毀損 而去榨領保險金 觀眾這一家很大 他一年的一個總金額 這個營業員是七千八百億的日圓 那另外他有三百家分店 六千個員工 他很離譜 你車子去修 他竟然還幫你刮 對 他是高壓政策 他這個社長跟他的兒子 兩個都是混蛋 他罵員工是那種 沒有用髒話的罵 罵到你真的要跪下去 那如果很簡單 我這個中古車 他有兩個部門 一個是修理部 每一個中古車部門 你每一個營業員 每天都要給我賣一台車 沒有的話 那你店長就去掃廁所 你看 這樣的高壓 然後所有的車子進來維修 平均每一台車 維修會要超過十四萬日幣 那沒辦法 蔡總那台車來維修的話 他沒有壞 我就拿那個高爾夫球 然後裝在襪子裡面 在那個板筋 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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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下 不然就螺絲起子 給他刮傷 刮幾下 刮幾下你要重新板筋 這樣的話 蔡總下次來的時候 哇 十五萬多 他有錢就繳了 但是問題繳了以後 因為他車有保全險 是保險公司幫他繳 但是明年他的保險金 就拉高了 因為你的車子保護不好 所以你去年繳六萬塊 那今年就要繳八萬塊 所以這家車商等於是在 炸保險公司的保險金 對 現在已經被抓到的 已經有抓到的一千兩百七十五件 已經炸得五千萬 所以你看這樣遏止了 那你想想看 他說現在還 因為這家日本最大了 會影響到日本的一個車市 以及他可能未來在日本 因為以前我們都覺得 日本人不會造假 但是從血印之後 大家知道 日本人其實很會造假 怎麼不會 對不對 所以現在這個問題來了 另外日本的消費力 其實是往下掉了 那你這樣覺得很奇怪 你日元大扁 那當然你的購買力就會降低 因為你出國你的購買力降低 我們台幣的購買力增加 所以為什麼台灣人喜歡到日本去 它是創五十三年來的一個新低 最主要你進口的東西 進口的原物料 幾乎都是倍數的成長 因為你日幣你衰退了 你那個貶值的百分之五十 理論上來講 你進口的物資的一個價格 就升百分之五十 據統計從二零二二年到現在 他們每一個家庭 每年要多增加二十萬日幣的支出 每個家庭 沒有一個可以例外的 你說這樣的話 日本的民眾怎麼受得了 特別是他們的物價 現在越來越貴 過去的平民美食秋刀魚 現在很多人說 連秋刀魚都吃不起了 對 那日本其實從兩千年到二零二一年 這二十年 它吃魚的一個數量 每個人平均的數量就減半了 比如說兩千年的時候 平均每一個人吃四十四十點二公斤 到二零二一年剩下二十三點二公斤 就減半了 你講到秋刀魚 秋刀魚是上帝的恩賜 因為秋刀魚它非常便宜 但是它裡面的營養價值非常高 所以菲律賓每年都有一個 秋刀魚的慶祝節 每一個小孩都要吃一條秋刀魚 一條是一塊錢台幣 在日本的話 一條一百克的秋刀魚 在二十年前是多少 十塊錢的日幣 現在漲到四十五塊到五十塊 已經吃不及了 而且在兩三年前 中國大陸也大量的進口秋刀魚 日本的秋刀魚還 連魚都找不到你知道嗎 貴得要死喔 那另外日本的薪資 最近年輕人真的活得好苦好苦 他的平均所有的勞動人口的平均的年收入是四百五十萬日幣 和台幣是九十八點八萬 但是他的租金 他的交通 他的一個伙食加起來要一百九十二萬的日幣 也就台幣四十二萬 我給他算一下 他光是這個占他年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三 那不只是日本遇到這樣的問題 我們請教段教授 是 南韓也出現了同樣的危機 對 雖然我們都知道 他的人均所得也大幅下降 對 總量GDP的話 在二零二二年跟二零二一年去比的話 大概已經下跌了八點五Percent左右 當然這個是一個警訓 經濟已經有出現警訓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上半年 韓國每一天 平常每一天出現三期 這個無差別攻擊人的一個事件 這個多數都發生在青少年 所以這個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我們抓一下說 到底人均GDP 韓國為什麼會跌這麼多 其實我們從物價平準之後的GDP 對應上臺幣 臺灣的去比 兩者差了一萬六千塊美金 那如果沒有PPT的話 沒有PPP的話 也就是沒有物價平準的話 臺灣跟韓國差五百塊錢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來臺灣的位置在這裡 對不對 物價平準後的人均GDP 也就是把物價做了適度的平準 臺灣是在這個位置 在73344 我們來看一下南韓的位置 竟然比臺灣還落後 南韓在56706 所以南韓其實物價也不低 房價也很高 但是他們的所得 竟然人均所得大幅下降到跟臺灣的差距越拉越遠了 對 所以我們很明顯也可以看到說這一波大致上就是韓國的物價太高 而不是我們臺灣的物價太低 韓國的這個補習班總共有幾家 十萬家 大家知道沒有沒有概念對不對 十萬家沒概念 我告訴各位臺灣的補習班人幾家 一萬七千家 那問題是 那是我們十倍啊 對 韓國的人口有多少人 有五千兩百萬人 我們是兩千三百萬人 大概一倍左右 所以我們再來看說臺灣的超商總共幾家 一萬兩千家 我們補習班是一萬七千家 韓國的補習班是十萬家 所以你如果沒有錢的話是沒有辦法做夢 我們看一下這部片子 這個學習的背叛 很多人都不了解說什麼叫做學習的背叛 一般來說我們都會認為說 我們努力學習 終會有一個成果 但是基本上在韓國 你努力學習的結果 通常都會被結果背叛 就是學習的背叛 他總共分三級 非常非常巧妙 第一級就告訴你說 我如何升 我誰可以考上大學 第二級說 我為什麼討厭你 第三級是說做夢的這個幻想 也就是說做夢的資格有哪一些 那我非常非常非常奇怪的 也就是說 大家在這些青少年的頭腦裡面 這邊這個是紀錄片 這不是韓 所以老師你看過這部紀錄片 對對對 所以這個紀錄片的話 描述了一件事情 所有的韓國的青少年的學生 基本上都知道 還有一件事情 韓國除了首爾 其他全都是純